穿著外送員制服的男子現身社區外頭 沒幾分鐘後他騎車逃逸 這時身上已經變成了黑色外套 原來他涉嫌對一名男子開槍 被害人腿部中彈 一拐一拐小跑步到樓下警衛室求救 送贏巧救 地上血跡斑斑 滿地都是急發的蛋殼 嫌犯在現場竟連開15槍 事發就在10號晚上10點多 臺北市內湖康寧路上 被害人還是一名節目製作人 家屬透露當時被害人送老婆回家 被嫌犯問路 幾分鐘後對方又繞回來 被害人只是問一句 你送完了就被開槍 導致他左小腿四處槍傷 雖然家屬表示雙方不認識 無緣無仇 但警方對這說法保持懷疑 因為嫌犯明顯有備而來 監視器拍下嫌犯到場原本穿黑色外套 新秀時裝扮成外送員陶醫師載變裝 以私用外送制服當成掩護 據了解當天被害人僅10點停好車回家 10點嫌犯就變裝現身 19分鐘後開槍行凶 而早在下午5點半左右 嫌犯就曾到場勘查判斷為預謀犯案 另外嫌犯騎的機車更被掌握 掛了變造車牌用來製造調查斷電 警方已經排除車主涉案 將擴大追查 釐清這起槍擊案背後的真正動機 華視新聞台北報導 嗨 我是盈童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